秋季这个学期即将要完全结束了 同学千别早早计划着寒假假期的旅行 因为有的同学期末可能会遇到一些开除 劝退一些情况 所以对于那些平时成绩亮红灯 或者选课是在合法的边缘 那么到期末面临着学术危机的这些同学 应该怎么来应付期末呢 我来讲几点 第一点就是你还是要全力以赴应对期末考试 你要查看一下本学期的各个科目的成绩的进度 尽可能将期末考试之外的分数都拿到 如果期末涉及到写文章或者论文的课程 要提前进行修改 只有你的成绩尽可能达到标准 你后续来争取申诉成功才可能更大 那准备考试的时候也要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利用到的补习资源 比如说助教学校的tutor或者教授 有office hour或者有后人这样的校外机构 来做一些学科的辅导临阵磨腔 这里边我要强调一个 就是千万要去找正规的机构 正规的方法 不要去什么代写代考这些方面 我们现在遇到代写代考或者被学校抓住 或者是被代写代考的机构来反咬一口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第二要跟任科的教授保持一个非常好的顺畅的沟通 因为到最后还是教授要给你分的 对吧 你在学期过程中如果有成绩不太好的或者怎么样 其实你和教授可能都会知道的 如果教授可能他面对着100个学生 对吧你可能要跟教授来好好的来沟通 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些照顾 另外如果觉得自己成绩危险 你最好提前联系学校的学术导师 因为Advisor他还是比较了解学校流程的 如果你没有达到学术要求 比如说得到这种劝退 或者是留校查看这种处分 你可以问Advisor你有没有这种申诉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要尽量的抓住 再有就是如果被要求离校 那么一定要积极的准备申诉 然后争取留校的机会 在美国大学他都有一套这样的一个体系 基本上都会给同学一个申诉 来给自己答辩的机会 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 千万别觉得说我这就糊弄糊弄过去了 过不了我再来补救 那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这里边一定要来好好准备 如果你自己没有经验 不知道怎么准备 可以让后人我们有专门的团队 来帮助同学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就给你找到申诉点 专家也会研究学校的流程 然后这样的话来帮助学生来进行申诉 可能有的时候机会看起来很渺小 但是你如果不好准备 或者不争取直接放弃 这样是非常可惜的 第五点很重要的 就是要提前了解我们学生的身份问题 因为学生身份如果没有的话 那在美国你就不合法拘留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份 在不在有没有可能丧失 如何来保住 或者如何来转学 如果这个方面不了解 也可以找后人的学业应对中心 所以在美国的学校 它就是一个宽禁延出的这样一个体系 很有可能期末的时候 有同学就会出一些问题 但是出了问题不要慌张 要一步一步的来应对 来解决 来争取自己最好的机会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找到后人 我们也会尽我们全力来帮助同学 我们后人的申诉服务 是非常强的 我们帮助非常多的同学 都能够越过申诉的障碍 达到相对比较好的结果 对于一些平时成绩 可能在边缘的一些同学 他们期末要注意的事项 今天讲到这儿 希望讲内容 对一些同学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 也对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可能有所帮助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我感谢各位观看 宝贵 宝贝 宝贝 宝贝